这就是蓝红的妹妹 兰兰给我发的微信 你要听一遍吗 首先 她就表示了对我的感谢 而且请我谅解 而且希望 得到我更多的建议 那么你打算 给出什么建议呢 我马上就会让你知道 兰兰女士 首先呢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干什么你 先说给我听听 我为什么要向你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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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意思是 从今以后咱俩各干各的 谁都不管谁 我不是这个意思 咱俩是搭档 我应该知道你要干什么 但是你也可以知道 我要怎么做 好 既然你不愿意让我知道 请便吧 我没有说不愿意让你 我不想知道了 但是请你给她发文字 不要让我听听 你必须听 我不想听 不感兴趣 我不管你敢不感兴趣 这是工作 我们俩在同一条船上 我们要同舟共计 你听着啊 我给她的建议就是 首先 要想方设法 找到孙浩瀚所在的医院 然后直接过去 第二点 就是要及时地掌握 孙浩瀚目前的病情 第三点 你见过孙超越吗 什么意思 你不会不知道 孙超越是谁 我当然知道孙超越是谁 他是 你前未婚妻的小叔子 他是拖欠你律师顾问费的 浩瀚超越集团的总裁 可是他哥哥才是董事长 你见过他哥哥吗 当然没有啊 你说他这么理直气壮 我还以为你见过 他太太都见不着的一个人 我到哪儿去见他呀 那这么长时间 你这是在跟谁联系 公司法务 那你为什么不让公司法务 联系你们俩见面呢 因为法务总监是蓝红 他不允许 法务总监是总裁的嫂子 总裁是法务总监的小叔子 两个人面和心不合 和着你这么长时间 不停地给人家公司发律师函 连人总裁的面都没见过 这有什么新鲜的呀 人家是一公司的总裁 对吧 又不是公园门口的大石狮子 你想见多见 喂 李娜 喂 谢谢说话方便吗 何赛律师在我车上 你说 孙超越最近半年的日程 都是满的 但是我知道他每周的今天 刚好打网球 我跟他的网球私教 刚好认识 他是极客上 网球俱乐部的红人教练 太好了 那麻烦你跟你的私教说一声 也帮我约一下场地 刚巧今天我也想你打一场 已经约好了 今天晚上六点半到八点半 你们会碰到 待会儿就把地址发给你 谢谢 会打网球吗 什么意思 带你去见公园门口的石狮子 见公园门口的石狮子 跟会不会打网球有什么关系 因为石狮子 都去打网球 石狮子都是滚 你是说去找孙超越 加九分 如果直接反映出来 去找孙超越 就是十分 我们可以直接就去找 简文 因为这样会出卖李娜 笨弟子是说 我们假装去找他 然后在那儿 邂逅加十分 就住在友情 和水 熊超越靓 什么事 都可以 摆打 我只能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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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快快 来 孙总 幸会啊 我是全景律所的高级合伙人 我叫何赛 我们之前认识吗 我替你们公司打赢过官司 我们公司啊 从来没有输过任何官司 是这个史上 汽车赔偿最高额的那个案子 神返转的那个 一千六百五十万的 不好意思啊 我们也不认识 哥儿哥的 怎么了 没事 我们接着打我们的 我们俩打一局吧 如果你赢 你原本该付我们的 一千六百五十万法律顾问费 我们可以不要 我赢 你们就必须履 那你可惨了 你大概不知道我们孙总 这是专业级的吧 你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哦 我要是不跟我哥做生意呢 没准啊 我现在靠这吃饭呢 巧了 我也是 本来我也是可以 靠网球为生的 但是后来不幸学了法律 只能靠打官司为生了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不是 什么一言为定 我有一第一比赛第二啊 他们这样不履约的话 咱可以告他 一告就一个准 咱们别这么一心用事行不行啊 坐下 等着收钱吧 不是 喝酒 在 家中一场 没有 终点的梦 又能怎样 香烟从未散场 又沉阳 纵然白空尖窗 他全力对抗 你沦落即是想 相过碰撞 只贴心人公平 让诚句 解开最后真相 只能够战胜残酷 只能去全住迷途 太阳走的每一步 不犹豫不怕花 这一个星座 将是默默雅 用善良 汉为人多离场 多滚烫 人少人离场 两条鱼飘满 别去想 那些渠忘梦想 都终将绽放 终将绽放 我与你 我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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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成一二 你们有法务总监 众所周知 是你们董事长太太 女人呢 如衣服 兄弟呀 才亲手手足呢 我哥呢 肯定听我的 听你的 他也是董事长 在法律层面上来讲 董事长说得更酸一些 我哥现在呢 病得连他自己是谁啊 都不知道 说真的呢 说认真的 考虑考虑 这事呢 以后真是我说了算 那就等你到说了算的时候吧 不是 现在也是我说了算 那之前的钱为什么不付呢 一千六百五十万 对于我们来说 真不是什么大数目 不是什么大数目 为什么拖到现在还不付 董事长太太 趁着董事长并重的时候 让他签的这个 这事我问过律师了啊 在法律层面上 这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 这人要你还是有信的 你刚才可是输了 你打个赌 你能认真吗 玩笑着你吗 君无戏言 我又不是君 我就是一个小总裁 总裁是干吗的呀 那就得学会啊 灵动 灵动呢 是一种啊 商业品格 要是没有这种 灵活的商业品格 那怎么当老板呀 你现在还不是老板的 对 你们董事长叫孙浩瀚 你们挺默契 当然我们是搭档的 搭档 那你们俩 谁定谁的呀 我们步调一致 配合完美 丽娜怎么不去收相啊 我跟你说 你不能输好不算输啊 你刚才输了可是 我对我 之前 对你的一些不当言行 表示道歉 你指哪些 我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 但是我现在有点小激动 因为丽娜她跟我说 她说其实你从内心来说 还是尊重我的 而且你对我的专业呢 也是非常认可的 但是我始终点是怀疑 但是刚才你说的那句话 说咱们俩是大胆 配合 完美 你负责配合 我负责完美 我在车里等你 戴希 果然是你 你 小雨 孟小雨 你认不出我来啦 孟小雨 你 我就是胖了二十多斤 我真的有点没有认出来 你来干吗 我来找你的呀 找我 这是你的名片吧 我当时还在想 不会是同名同姓的吧 你们不上来呀 我们聊点事 你先走吧 正忙 来找丹西啊 我跟她是大学同学 这胖妞是谁呀 你们认识啊 谁 正忙啊 之前考研的时候 我俩上过一个补习班 她考上了 我没考上 她之前还追过我呢 追过你 你这什么表情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她追过你 可是 我看你们刚刚的样子 好像不是很熟啊 我当时很瘦的好不好 不过话说回来 你怎么会有我的名片啊 你好好想想 你最近都有把名片 推轨过谁 王立川 瞧吧 我是王立川的律师 不会吧 我记得王立川的律师 好像叫 王力 对 就是王力 力数的力 是不是 我对她印象特别深刻 我给她打了无数电话 她就是不接 我还心想着说 改天要到你们律所 专门去找她一趟 找不到了 她跟我们老大闹掰了 走啦 所以现在王立川 到我手上了 走啦 再歇 咱们同学 你还有联系吗 没有 我也没啥联系 我前段时间 碰到林晓琳了 穿得珠光宝气的 当时加了个微信 也没怎么聊 她现在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你们俩那时形影不离的 听着她嫁得可好了 朋友圈每天各种晒娃 幸福都不要不要的 王立川他们家的 托底安置材料 你看了没有 我还特意问了王立 他跟我说 王立川根本就没有 跟他讲过这档子事 你看看我们的客户都是什么素质 都不跟我们说实话 他是怕告诉你们之后 你们会告诉他 他根本就不符合老房子 共同居住人的资格 现在知道自己理亏了 这不找我来跟你们谈和解吗 是他告的他舅舅 他撤速不就行了吗 撤速是不可能的 撤速了 就一分钱都拿不到 那万一没说那么惨呢 不还能分到一点吗 他一点也分不到 反正你就跟你们客户去说 我们这边想要和解 那和解的成和解的不成 不影响咱俩关系不就行了吗 行 那我跟我客户好好说说 希望可以劝他救救和解 那我就提前谢谢你了 不客气 对啊 戴夕 我听说你们主任久后无德 如果真的有这个事 他怎么可能还会是 我们所的主任呢 我听说给人家 扭到好多钱呢 你听谁说的 我们所的王历啊 现在已经不是我们所的了 刚走 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当然知道了 他现在跟顾洁是合伙人 俩人一起开个新律所 轮流当主人 这世界可真小 戴夕 顾洁他人怎么样 我跟他接触的不多 他还跟我说 说让我去他们那儿 说准备给我介绍个大客户 我觉得他说的话吧 你最好还是打点折扣 我这不也担心吗 所以来问问你 看他们靠不靠谱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 是哪个客户啊 光瑞 不可能 光瑞是罗宾的客户 对 我也纳闷呀 你说我去到他那儿 跟这边一样 甚至于还不如这边 我就不踏空了嘛 喂 喂 喂 罗老师 我有急事要跟您说 电话里说不清楚 您在哪儿啊 我过去找您 真的特别特别急 要当面说 我大概 十分钟以后倒下 好的 罗老师 那我现在就过去找您 好 咱们 咱们 来吧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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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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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馨 洗脸衣特别好吃 你试试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结婚了 别瞎想啊 跟罗宾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真的没关系 那我上了呀 你上吧 赶紧的 那你帮我们在约记上球呗 没问题 温老师 进来 什么事电话里说不清楚 我听说一定有一个客户 要换东家了 哪个客户 光蕊 听谁说的 我一个同学 我们在吃晚餐的时候 他让我帮他打听 你等一下我给你拿个毛巾 你可真够敬业的 便宜跑我这儿来打听 谢谢 其实我还有别的事 什么事你说 我那个同学吧 他是我大学同学 我们大学的时候呢 在一起住过一段时间宿舍 然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今天忽然就过来找我 然后遇到高峰 他俩就互相加了微信 说重点 重点就是 高峰 跟他加了微信以后 就一直在问他说 是什么学校的 哪个年级的 然后问说 班级的同学都在干什么 连人家前男友是谁都要问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还没听到 我 我 我其实是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你是怕他会说出来你没有学历 没毕业 这个事 我真的一直不太理解 没有学历怎么了 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呢 我就是没学历 但是 只要肯努力 可以继续学啊 可以继续考啊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真的不明白你在担心什么 你怕什么呢 我是怕 怕什么说出来 我们一起解决 我是怕如果他们知道我没有学历 那又怎么样呢 怕他们嘲笑你 歧视你 这戴希没有学历还在我们这儿混 这是什么 烂鱼冲树鱼木混珠 它居然瞒着我们这么大一个事情 我不是怕这是 那你怕什么呢 我是怕我以后不能跟你一起工作了 您的雨会感冒的 喝口酒吧可以去几寒 不用了罗老师 我这就走了 谢谢 你等一下 你晚上吃饭了吗 我吃了 谢谢 到家以后给我发个微信 好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走 と 你怎么来了 有件事我觉得电话里 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所以我就过来 我觉得亲自跟你说比较好 出什么事了 蓝红老公走了 喂 喂 罗宾 我刚才接到蓝蓝的电话 说她姐已经接到正式的通知了 说孙浩瀚已经去世了 蓝红当时就晕倒了 我现在正往他们家路上去呢 只是对同事 还不太靠近吗 是怎么回事 sta冷却 我想给你 我还以为你 在那儿 那个 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事要专门到电梯口来迎我 封印今天脸色不太好 那她肯定是又听到 关于她的流言蜚语了 她一来就问我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 她不会占用我一整天的时间吧 反正她让我把你今天的安排 都取消或者给戴希 戴希呢 她还没有来 我都到了 我的助理还没来 她可能是去 她一来就告诉她来找我 她怎么了 你今天这要读得远点 来 今天一早 光瑞给我委婉地表示 他们不打算做禁职调查了 说理由了吗 就说先缓缓 高层有分歧 我去跟他们谈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们谈呢 您希望呢 立刻 马上 现在 可是浩瀚超越那边 我已经交给何赛了 何赛搞不定孙超越 孙超越相对于光瑞来说 就是芝麻和西瓜的关系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 你就没听说什么丰盛吗 您是胜利者 他们是失败者 作为胜利者 您要有哑量 容忍失败者 说三道四 我不能容忍 他们跑到光瑞那里 说三道四挖墙角 放心吧 我跟光瑞的关系 亲如兄弟 他们挖不走 主斗燃斗齐 曹皮和曹芷也是兄弟 是亲兄弟 不是如兄弟 帮我约一下光瑞 看中午能不能一起吃个饭 如果她说中午已经约出去了 怎么办 你最好直接去她办公室 别约饭 那你问一下 她在 我已经问过了 她一天都在 谢谢 麻烦帮我跟我司机说一声 我车已经在楼下等你了 好 冠冉 passion 也 500 particles 管畽你能不能别怎么走来走去的 走得我头晕 咱们是多年的兄弟 有什么话你跟我直说 你想换掉我们 行 昨天有人跟我说我还不信 我还觉得完全不可能 我不是不相信你 那是因为什么 我听说你们绿所走了批人 我没走 你还是我负责 我比我是个理工男 我很单纯 我只负责业务这块 其他的事我不懂 我也不想知道 但即便是我这种人 我都听说你们绿所的丑闻了 什么丑闻 给我装 你们老大的丑闻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那全是谣言 他在人家姑娘家喝多了 然后什么事都没干 第二天哪儿起来 姑娘没在家 他自己就走了 你信吗 这样 你一会儿上我的车 我把你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给你喝点东西 你就信了 好 即便我相信你 但你们老大出了这么大绯闻 公司走了那么多人 都是些无足轻重 无关紧要的小人物 顾结是创始合伙人 他都走了 光瑞 罗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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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考虑其他法案 是关于禁止调查 还是关于换掉我们 对不起 就算是关于他 你在买来 还行吗 你会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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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你会报警 我们会报警 你会报警 什么事 你会报警 你会报警 我评警 你会报警 我看了不定 我们就会报警 你们这些人 你不会报警 我来是想提醒你 顾杰 他对你的客户也下手 以美加 这不可能啊 我们昨天晚上还在沟通续约的细节 如果没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把握 我是不会站在这儿和你说这些的 为什么不是百分之百呢 如果是百分之百 我也没有必要站在这儿了 你必须说服你的客户 和我们继续续约 所以说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 我一定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我在这地站 等会儿戴希来了 你去问他 问他昨天晚上去谁家了 孟小雨家 脑子是不是又坏了 孟小雨 昨天那胖姑娘叫孟小雨啊 昨天那胖姑娘叫孟小雨啊 我说看着怎么有点面熟呢 你认识孟小雨啊 我在电梯间看见他们俩了 那胖姑娘还给我打招呼 不过我当时没认出来她是谁 孟小天 以美加蛋呢 我一来就跟他们法务联系过了 他们是不是说他们要走流程 对吧 我是问你 你什么时候交给他们的 他们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走完 全部流程 我从昨天忙到了半夜 你不要跟我从昨天半夜说起 你就告诉我 你什么时候发给他们的 凌晨发给他们的 你跟进了吗 我跟进了 我一来律所就跟他们法务打过电话了 我问他们有没有收到 问他们有什么地方需要修复 你说得太啰嗦了 你告诉我结果 结果就是他们说不需要改了 那就赶紧签约呀 他 他们说不需要修改的意思 是 是什么 是什么你说呀 他 他们 他们说 顾绝老师给 给的价格 更有 更有竞争力 你别吵了 我 我 我 何岚老师 这件事真的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不是因为合同的错误 才不跟我们签的 他们是因为这件事 是因为你太无能 我都不知道我出哪儿了 你就从来没有对过 你们 你们所有人 立刻联系你们自己的客户 不管是打电话 发微信 还是登门拜访 要知道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不能再丢掉客户了 谁要是再丢失客户 谁就给我走人 让一下罗宾回来 让罗宾再去跟他说说 等一下罗宾回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彩老师 哈喽 早上好 怎么了这是 谁啊 罗丁老师 你老大出去了一趟 回来的时候比走的时候脸色还难看 你躲着点啊 拦都拦不住 你知道人家什么关系啊 你的意思是 昨天戴希去了罗宾家 那戴希去了罗宾家你怎么知道的 不信你问他 我们的上班时间是几点 我去见客户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跟您说过我要去见于先生 他非常乐意接受条件 所以 他打算和他的外甥女签和解书了